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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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 联合国气候公约出炉了 公约规定各国要共同稳定大气中人为温室气体的浓度 以免危害气候系统 1994年 公约正式通过 1995年 召开缔约国大会 从这年开始 缔约国每年都会开会 除了回顾一年来公约的实行成果 也透过谈判协商解决气候问题 虽然大家都有共识 但是控制暖化 与各国的能源结构 及能源使用方式有关 而能源问题又关系着国家经济 使得气候问题变成了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 为了让各国许下更强而有力的承诺 1997年 在日本的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 这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规定 2008年到2012年期间 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石气体排放量 必须比1990年减少5.2% 然而《京都议定书》最大的缺点是 发展中国家没有减少排量的义务 像是中国 印度等能源消耗大国 都不必控制碳排放 因此协商过程中 美国和加拿大都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为由 相继退出 好不容易才让《京都议定书》 在2005年2月正式生效 而强制分配减量 又让许多国家认为分配不公 结果成效不彰 接下来的几次会议也没有什么具体成果 直到2009年 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会议 大家期望这次能有效制定减碳协议 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在这次会议中 攸关存亡的小国有了更多发言权 然而各国为了自身利益 还是没有共识 而印尼人会有麻烦承认决定书 为加拿大限制定减碳协议 僵持之下 最后只有提出没有约束力的正式性协议 外界评价这次哥本哈根会议很失败 减碳行动原地踏步 环境却是不等人的急速恶化 根据美国海洋及大气管理所的数据 到2015年9月为止 集体的陆地平均气温是2.3度 创下一百一十五年来的新高 暖化家具的后果 包括亚洲的印尼 南美的巴西以及非洲等地 都因为严重的旱灾或异常气候 爆发了粮食危机 二十年来全球海平面上升了十公分 小岛国家快被海水淹没 每年产生的气候难民高达两千两百五十万人 几乎是整个台湾的人口 为了协助发展中的国家 抵抗气候变迁 2010年绿色气候基金成立了 2011年各国计划在2015年拟定新协议 规范所有国家的减碳量 2012年京都议定书的期限 也确定延长到2020年 随着巴黎协议草案出炉 世界各国首次集体许下承诺 将要减少排放温式气体 为2015年的巴黎会议 提前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京都疫情输退场 丹麦各本哈根会议失败之后 大家几乎把这次的巴黎高峰会 看成扭转全球暖化恶果的 最后时尚会议 正因如此 即便在高峰会登场的前两周 巴黎才刚发生 史上最严重的恐怖攻击事件 各国代表 无惧恐怖分子的威胁 如其出席巴黎气候大会 这次大家都展现了空前的团结 全球195个国家的元首和代表 都有参加 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大型的国际会议 而此际基金会 另一国际NGO组织的名义 受邀参与这次的会议 大一电视台也是台湾唯一受邀的媒体 还有我们台大间的绿建筑 以及国人研发的环保海绵道路 都在这次的巴黎高峰会议 打出风头呢 2015年的冬天 巴黎近郊的勒布尔热散发着振振寒意 全副武装的远景在街上来回巡逻 紧张感一触即发 原来在不久前 巴黎发生了震惊全球的恐怖攻击事件 为了安全考量 即将在此举行的气候协议 一度传出有停办的可能 虽然草木皆兵 但是大家都明白 拯救地球不能等 照常举办的巴黎协议 在危机中刺激了各国的团结 也成了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大会 11月30日的开幕式 有147名国家元首 195个国家代表团参加 超过500家跨国企业 及400座城市响应 加上周边各种大小活动 和抗疫的人潮 总参与人数将近9万人 会议举行的同时 各国城市代表也分享简单的成果 In Vancouver we now have over 50% of transportation outside of cars We have walk, bike and transit is now the majority of how people travel and that's been a goal we've been striving for for many years and achieve this year 5 years ahead of schedule and that took a push on all forms of clean transportation We have now in Copenhagen 99% of all houses linked to our very efficient district heating system and that's why we have been reducing 而这样的国际盛事 台湾当然也不能缺席 环保署计划在2030年 能有效减少台湾的温室气体排放 往未来推估的话 2030年我们的数值是多少呢 是428百万公吨 需求面去减 从供给面去调配 那么我们能够做到最好的话呢 应该是220百万公吨 那这几乎原来减一半 而来自台湾的磁地基金会 这次也以国际NGO的组织名义 参加会议 将长期推动的环保理念 推广到全世界 气候变迁就是要做环保 那怎么样把环保的精神 能够带进去 让大家可以知道 除了环保 还签署了宗教界气候变迁宣言 希望结合宗教的力量响应 呼吁大家重视环境 特别是在今年度 教宗还有伊斯兰教 还有佛教 都相继呼吁提出了 这个宗教要给政治人物 一点呼吁 还有给全民 给地球的人都有一点呼吁 所以这次的声言上也同意 我们实际正式去签署 这样的一个宗教 在呼吁气候变迁 台湾的环保企业台达电 也前往巴黎 与国际分享长期耕耘绿建筑的成果 我们的展览主题就是 Delta 21 at COP21 把过去十年来台达盖的 二十一栋绿建筑 我们的概念以及节能的手法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企业的实力 除了绿建筑 由台湾人研发的环保海绵道路 也成了会场上的台湾之光 能快速吸水的海绵道路 可以增加地表的透气程度 让城市降温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地球目前它的热岛问题 环境问题已经是非常的一个急迫 化国国家科学院这一边 也特别帮我们邀请了 好像九十几个他们的市 还是省还是县的这个主管 要来跟我们签约 这次的巴黎大会 场内开会如火如荼 场外也有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声音 虽然也许语言不同 但是大家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爱护地球 让明天更美好 这么重要的会议 身为地球的一份子 台湾当然不能缺席 从2015年11月30日开始 到12月12日结束 各国代表第一额十几天的反激热烈讨论 终于决定要签下这项 意义重大影响后代的历史协议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么重要的巴黎协议 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内容呢 2015年11月30日 继京都议定书之后 最重要的国际气候会议 在法国巴黎节目 这场被誉为 攸关地球未来的重要会议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长期工业化的污染与危害 大地的反扑 让人们慢慢从无知变有知 大家纷纷意会到 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 抑制全球暖化 减少温室气力排放 真的可不容患 现在我们必须得到 继续地理解采设计 我们必须得到 继续地理解采设计 而且与往年不同的是 这次在大会召开前 已有大约180多个国家 提交了文史气体 减排的自主方案 将近200个国家的全球代表 经历两周不眠不休的谈判协商 终于在巴黎时间 12月12日中午拍板定案 完成了发达国家和开发中国家 都能接受的实际协议 今天是196练习 你就是世界的 后多多多年多的工作 在历史上的关系 在历史上的关系 一领期望是出发的 世界的发展 不仅在这场场 但是在这场场上 巴黎协议声明 全球升温幅度不应比工业革命前高超过2度 并持续努力将升温限制在摄氏1.5度内 各方将力求在平等基础上 以及永续发展和根除贫穷的脉络下 以本世纪下半叶达成零碳牌 2020年之前 以开发国家将提供至少1000亿美金发展基金给开发中国家 协助减碳转型工作 并因应气候变迁导致的灾难 这本文章是必须一约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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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公司的反保 他习制作法 他相信始维码金飞 和国家立的德派 根與朵佛 这个决定是极乐极的 巴克 鲍皮 和瓶ποι 我们一定通过另一道 一道目的一道目的 就是这样 专专业多国家熟悉员 现在都需要成为了 现在一道目的 美国加密 印尼属 出台争业 法学优方 准年 瓶 协议里还规定从2018年开始 将五年一次检讨各国的检探行动成效 过去的联合国气候公约缺乏法律约束力 而京都议定书又管制不了中国印度等新兴排碳大国 相较之下这次巴黎协议让世界动起来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开发中国家 大家携手一起面对 会议结束了 虽然仍有许多人对协议内容感到不满 而180多国家的气候行动方案即使都完全做到 也只能将全球双弯控制在工业化前的设施2.7度内 但是至少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只要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能团结解碳 关心我们生存的环境 相信终究可以终结石化燃料 创造永续的地球 在古时候盐是很珍贵的东西 所以在中国历史中 买卖食盐跟征收盐税 都是政府很重要的资金来源 在俄罗斯也是一样 因为过去盐很稀缺 所以他们有个传统 如果主人拿出面包和盐来招待客人 就代表他们对客人是最大的欢迎与尊敬 真的 因为古时候的制盐技术落后 供给量远远跟不上需求量 所以价钱一直居高不下 白花花的盐 甚至一度跟黄金一样贵 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回到十三十四世纪 看看这些过去的人们是如何千辛万苦 做出这些堪比黄金的雪白食盐 迎着热腾腾的蒸汽 高然贝贝流着汗水 努力翻搅着白色结晶 不是别的 正是我们每天三餐都少不了的调味料 盐 来到东欧国家 乌克兰西部利沃夫州 一个名为德罗霍贝奇的小镇 自古以来 这里的盐巴就很有名 据说早在西元1250年 这就有制烟厂了 因为在古代 盐是相当珍贵的物资 而这里也因为盐 带动了整个地方的发展 传统的珍珠发 是用火力蒸发浓缩卤水来制造食盐 雪白的食盐得来不易 甚至曾一度与黄金同价 德罗霍贝奇这个小镇 因为盐而繁荣 连小镇的识别标志 用的都是象征食盐的九个白色盐堆 可以想见盐对这里有多重要 早期人们燃烧柴火制盐 近两三百年来改用天然气 然而居高不下的燃料成本 加上俄罗斯频频发出天然气 断气威胁 因此这里的人们决定 让过去停用了数百年的木材燃烧炉 重出江湖 放入木材大火烧啊烧 可别小看柴火的火力 它在一天之内就能蒸出五百公斤的盐 这些盐本足够利沃夫周了两百五十万人使用 而且这样不但解决了燃料危机 也意外带动了观光 许多在传统制盐方式 有兴趣的人们 因此有了大饱眼福的机会 能想象没有盐的生活吗 没有盐 食物将少了许多滋味 老祖宗的智慧 不但让人们得以享受美食加油 也为德罗霍贝奇的人们 开发出新的观光商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小主播 下期再见 小主播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